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五评节目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排面情况 上午的排面我们认为整体来说走的还是比较健康的 理由有四个 第一从指数来看 上午中小板和生成值是小幅上涨 创业板和上证指数则是小幅翻率 按正常逻辑来说 昨天创业板拉出了年内新高后 那么紧随而上的就应该是中小板和生成值 因此短线来看 几大指数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有势的轮动节奏 这是第一个比较健康的表现 那么第二 昨天在说评节目中我们有提到 上证指数3000点以上 叠加全天3000亿以上的成交量 这往往预示了一波行情的进行 所以3000亿的全天成交量 我们认为是一个市场判定的指标之一 所以目前只要市场没有出现成交量快速萎缩的情况 那就依然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今天上午上海市场是成交了1547亿 比昨天上午的1534亿是略微多出了13个亿 按这个节奏来进行的话 我们认为今天上海市场依然是可以保持全天3000亿以上的成交量 第三 行情点火的券商板块 今天上午整个券商板块是一个放量冲高 震荡的走势 券商指数早盘的涨幅一度超过了2% 虽然上午收盘涨幅是回落到了0.95% 但是整个券商板块上午成交量却达到了324亿 和昨天上午的330亿水平相比几乎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上午整个券商股的涨幅对于成交量而言并不是非常匹配 因为上午券商指数0.95%的涨幅和昨天上午5%的涨幅相比 在成交量基本一致的情况下 涨幅的差距有点明显 那么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券商板块中目前机构资金的分歧有关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这两天领涨的龙头南京证券 在今天上午几次封板以后都被打开了涨停板 那第四北上资金 今天上午北上资金净流入金额虽然不及前两天那么多 但是依然保持了半天22.6亿的净流入额 而且这也是北上资金连续第25天保持净流入 但是稍显不足的是 今天上午的流入力度比昨天上午减少了50%多 所以综合这四点来看 短线我们认为市场走的还是比较健康的 但是我们想提醒一下 无论是这两天强势的券商股还是持他题材 我们对于那些即将面临大额解净的个股 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涨停情况 今天上午扣除科传板和ST以后 涨停板加数是37加 这个数字和昨天基本一致 昨天上午是40档个股涨停 但是扣除两家新股之后就是38个 和今天上午的37个基本是一样的 那么涨停板和昨天也是一样 只有退市华业这一档个股而已 从涨停数据来看 短线我们认为市场人气依旧维持着一个不错的局面 市场短线操作的环境依然是很理想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把握一个板块节奏 以及选股的问题 那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目前的操作策略 从短线来看 三千点附近我们认为可能还会有反复 所以短线上我们先看上乘指数 三千零四十八点到三千零五十点的缺口位置 深层指和中小板则是先看今年年内的高点位置 另外我们现在还不认为市场已经进入了牛市 但是眼下这波强势行情我们认为不应该浪费 既然现在大盘已经起来了 那么我们就先不要去考虑这波后面会怎么收场 抓紧这个机会积极操作 从短线的板块来看 今天上午5G题材整体有了一个回温迹象 那么我们说5G题材是整个2019年贯穿使用的题材 在这个大的题材中也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热点板块 从年初的东方通信到第二季度开始走长的PCB板块 再到后面的无线耳机板块 以及这两天的miniLED 都和整个5G的大产业链息息相关 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次星股 因为在大盘转长的过程中 次星股往往更容易收到资金的关注 理由很简单 因为相对劳股而言 次星股的筹码收集更加容易 而且市场之前的低迷 也使得次星股在上市以后 要么就是股价定位偏低 要么就是上市后出现连续调整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叠加筹码收集的便利性 次星股在这种时候 往往就会比较容易打出超跌反弹的走势 但是我们说一波完整的行情 每个板块都会出现轮动 所以目前这个时候 即使你没有抓住第一波的话 其实也不用气馁 那么这是今天的五评节目 我们今天收评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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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